4499 0918 3279 好 然後我先說有可能會抽到 有可能會抽到 窮困潦倒的意思嗎? 麻煩你了 我剛才要說有可能會抽到上次 直播時候的島嶼 因為我忘記把他們的籤給拿出來了 但是如果有抽到他們的話 就是再重抽一次而已 黃標就算了 窮困潦倒 在這裡 是… 潘島嶼是… 花 來看一下它的設計 這是貓 看起來很像熊 很強壯的貓耶 好 它就只有自己畫一個這個貓 看一下地圖 它的島名 很…很厲害 全都是高人氣角 然後這邊有一個漢堡 這個溫蒂應該是真愛吧 這裡是它的機場吧 不是 它這邊有放這些椅子 看這些樂隊表演的地方 沒關係 我們先逛右邊 可以進來 我以為進不去 這個很漂亮 就是一個園藝區 喔 它有做一個游泳池耶 游泳池 哇 這邊是小人池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大人池 它游泳池很好看耶 這我還滿喜歡的 我不知道你們那邊 就是香港那邊是怎樣 就是台灣這邊的話 它游泳池旁邊通常都會有一些 賣什麼熱狗啊 茶葉蛋之類的 的商店喔 這邊 哇 更衣室跟 跟那個流動廁所 嗨 克力奇 有這個地圖 我們去去它房子看一下吧 賣泡麵 真的嗎 我這邊的泳池沒有賣泡麵 它這邊也是用這種兩層式的 好高級喔 我覺得它這個裝潢是很好看的 這邊是玩具房 看來是 貓咪的房間喔 欸 還是其實是這隻狗的房間 寵物房 和室 真的 我去那麼多人的島訪問就是 幾乎每個人他們的房間都一定要有一間和室喔 很喜歡它這個欸 這個長得像 地墊的東西 但是應該是用我的設計貼上去的吧 然後在這邊放鞋子 超有家的感覺的 餐廳 我剛剛在看它這個海報 地鼠先生 地下室是書房 地下室的書房可以找到庫洛牌喔 然後還有工作台這邊 用電腦的地方好我進不去 樓上這邊有個魔法證 看一下 好可愛 這些青蛙的圖案 你看看這個魔法證就知道是跟庫洛牌有關係的移動房子 哈哈哈哈 它這算是套房欸 就是有浴室、廁所跟睡覺的地方 它也是用壁板隔起來 就是它房子的擺設就很有 對 很有格調 就很有質感 我只能這樣講 海灘這邊看一下 海邊溫泉 喔 販賣機 它這邊海邊都是走一個和風路線 這邊就不一樣 這是玩水的地方 看這個棧板 這樣看起來就有高低落差 很棒 我覺得它地板的設計很好看 而且它這下面仔細看還有長草有沒有 這種有長草的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邊有酒吧 按摩浴缸 這裡畫什麼 還沒有寶寶派大星 好可愛喔 被衝上岸的兩個可憐的海洋小生物啊 我其實蠻喜歡它島上的擺設 就東西很多 可是它 卻又給人家一種很寬闊的感覺 這裡又有 它用椅子把樹給圍起來 因為我過得去嗎 過不去 好 那我們用照片 相機功能看一下就好 這邊還有一個寫字的桌子 這裡也是佈置的很好看 喔 這裡是全家耶 好棒喔 在無人島上面看到全家 就是整個安心感都有了 電話 它這個花店也做得很漂亮 我喜歡 這個服飾店 嗨 法蘭奇 刷到了喔 沒有刷到啦 原本也沒有預計會刷得到就是了 它房子也格得很好看耶 法蘭奇 法蘭奇旁邊居然不是住克力奇 是克力奇 克力奇的家怎麼是這樣子 他中了BUG 看來他克力奇中了搬家BUG 旁邊這裡 這邊有一個小公園喔 檸檬娜 他檸檬娜也是中了搬家BUG 幫子長得不一樣 然後死配啊 月兔 月兔好像也是喔 他好像不在意搬家BUG 因為他好多房子都這樣 這真蠻酷的 有人在問什麼是搬家BUG 就是 就是 比如說 你一個人剛走 然後你馬上邀了一個人進來 然後 你邀進來的那一個人呢 你有調時間讓他快速的住進來 就是省略掉那塊地 可能原本會變成空地的那個時段喔 你就直接調時間 然後他就住進來了 這樣的話他的房子外觀 會是上一個居民的 房子的外觀喔 這裡是養蜂場 如果遇到房子BUG怎麼辦 沒有解法 沒有解法 除非你就是讓他在搬離你的島上 你再把他接回來了 不然他的房子就是那樣子 所以如果你們用我一開始用的那個 露營地在刷居民的話 最好就是刷到了 你們也要先調時間 就是往後調 一天一天的調 讓他們確定住進來了 你再把時間調回來 不要那麼快的 就是急著想要把時間調回來 這樣的話你就會種這個房屋的BUG 這邊有一個海釣區 沒有營業的咖啡杯 他海灘區還蠻寬廣的 從右半邊到左半邊都有 這邊有一些小吃灘 愛小潤 他的果樹區是這樣分的耶 好可愛喔 九棵櫻桃樹 這邊也是櫻桃樹 還有幫他們畫牌子耶 這裡有兩個人 應該就島主吧 嗨 卡肉 你今天吃了嗎 為什麼今天大家都在問我吃了什麼東西 我還卡肉 所以這兩個是一對的就是了 剛好站在一起 這邊是戶外餐廳就是了 好的 逛完一圈回來 我們只剩下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也沒什麼 不是沒什麼啦 過不去 因為它這邊有放那個 花杏子的燈 風杏子的燈 好 那我們就可以回去了 這個島我蠻喜歡的 因為它 不會很有壓迫感 就東西算多 可是不會有壓迫感 然後它的擺設也都很好看 是我喜歡的島